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行 这个mah行 它是由辅音m 和原音相听组成的 m 和原音r 听起来读作m 那么m 和原音i 相听 读音就是mi m 和原音u 相组合 读音就是m 和a 相听 读音m 与原音o 相听 读音就是mo 好 我们下面来说一下 这是ma mi mu me mo 它的发音 比较简单 没有什么特别的 都是规则的正常发音 我们来读一下第一个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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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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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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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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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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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mi mu 读音很简单 下面来看书写 还是按照平甲名 天甲名 罗马字 这样就顺序 平甲名的慢 大家看第八页有笔顺服 第一笔是一条稍微长一点的横 第二笔是一个短横 这两笔横的关系大家看第一笔横长 第二笔横短 一长横一短横 第三笔在中央中垂键上写一个竖 然后再拐一个弯 这是什么 分三笔解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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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片甲名 妈 这是第一笔 第一笔啊 第二笔点一个点 一 二 一 二 那么罗马字 南部A 南部A 读作 妈 妈 妈 下面来看第二个甲名 你 第二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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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法就是第一笔 大家看第一笔 然后第二笔 是跟第一笔的这部分长水平线的关系啊 水平线的关系 写到第二笔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注意事项 大家看一下第一笔 在拐弯的这个地方拐弯的幅度是朝下 是向下弯的 不能写成 看看啊 这种写法是错误的 往上挑的 这个是错的 写成水平线的 这个也是错的 那么规范的写法并不是往上的 也不是水平的 这个正确写法应该是向下 往下弯 应该是这样 这个才第三笔 对的向下弯 然后第二笔呢 跟第一笔的这一部分 二者长水平线关系 这是第一笔 第二笔 米 听假名 米的片假名也需要注意 它的片假名三个点全部向下 一二三 一二三 三个点都向下 一二三 之前我们前面学过一个三点水旁的 第三笔往上挑的三点水旁 这个读 如果三个点都往下了 这个叫米 这个是米 第三个来看一下 木 我们来看木的写的 木的写法呢 跟我们之前学过 三四四四所的丝 有相似之处 第一笔都是写横线 第二笔呢 都是在中央竖这个地方 拐个弯 弯出个小圆圈来 等下来到这儿为止 是不是跟丝的写法是一模一样的 丝的话 三四四在搜的丝 丝就往下弯下来了 这个就是丝 那么你如果是在这个地方拐弯弯之后呢 不是往下弯 而是向右边弯过来 然后再加一个点 这个就是丝 所以丝跟木 在前半部分这个地方 写法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一 二 拐弯 向右弯过来 第三笔 点一个点 一 二 三 这个是mu 那么mu的片甲银呢 就是第一笔 第二笔点点 一 二 一 二 我们要把片甲银的ma 和片甲银的mu 进行对比 这个叫ma 这个叫mu 长的方向正好是 颠倒了一个个儿 反过来了 朝下的这个叫ma 朝上的这个叫mu ma mu 这两个区分一下 罗马字就是写mu mu 第四个me 这个me的写法呢 就像咱们中文汉字 女人的女 这个字形 女人的女这个字 大家看怎么写 这个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这中文的女 这个字这么写 而日语当中 第一笔这儿管不管弯啊 这儿管不管弯呀 man 不管弯 是一个向右倾斜的 一个小数 就第一笔 这样写 然后第二笔 起笔呢 比第一笔要越高一些 往上一点 这样 弯过来 第二笔的起笔 比第一笔高 同学可能会想到 之前我们是不是学过 第五行 那 ni nu ne no 第五行 学过这么一个 nu 它前半部分写法 是不是都几乎一样了 对 只不过到这儿维持 nu要再弯一下 这个man 直接收回来就可以 对 第一笔 然后第二笔 第一笔 第二笔 第二笔的起笔呢 比第一笔 看看 往上一点 掉 越高一些 那 remay remay的片价名呢 第一笔 第二笔的点 前后都出头 一撇 加一点 一撇 加一点 这个点 这个点 前后都出头 我们再对比一下 在之前 我们学过这样一个片价音 也是前后都出头的点 这个叫 nu naninu ne no 第五行 nu 没有这个小横线的 这个叫me nu me nu me 区分一下 最后一个mo 这个mo 大家对比一下 你看看笔顺别写反了 很多人都写错笔顺 这个mo 是第一笔写横呢 还是第一笔写这个竖端钩啊 正确笔顺 第一笔应该是写这个竖端钩 这个竖端钩也不是写的一个垂直的竖端钩 还是向右边倾斜的 向右边倾斜的这么一个竖端钩 这是第一笔 那么第二笔 第三笔 再写两条横线 笔顺不要写颠倒 第一笔是一个竖弯钩 第二笔 第三笔 我们再写横线 你说一 二三 一 二 三 这是mo 那么片甲铭 片甲铭的笔顺和平甲铭正好反过来 片甲铭第一笔短横 第二笔长横 关键在第三笔 第三笔这个竖出不出头啊 片甲铭的竖是要出头的 片甲铭这个mo呢 不出头 这个地方 你说我拖出来的话 你错了 不能出头 是这样啊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这个是mo的片甲铭 罗马字就是mo mo mo mi mu me mo ma mi mu me mo mo 下面我们来识解一下啊 好 这个是ma 片甲铭的ma 大家复习一下 平甲铭 ma 片甲铭 ma 平甲铭 mi 片甲铭 mi mi 嗯 嗯 平甲铭的m mu mu 天甲铭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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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甲铭的me me me 片甲铭 me me 天甲铭的mu 那这个呢 这个叫ma ma 这个是mu mu 大家看mu和ma 两个要区分一下 长得挺像像的 不要搞错了啊 好 ma mi mu me mo 我们用这行里来组织几个单词啊 组几个简单的单词 我们再来试试一下 这是片甲铭 me 片甲铭的mu 片甲铭一般能来书写一百来词 片甲铭还可以书写一部分动物植物等名称 除此之外 片甲铭还可以书写你生词你太词 那么片甲铭是用的比较少的 用在这样一些特殊情况下 书写外来词 书写动物植物名称 或者书写你生词你太词 那么这个单词memo 它是一个英文词啊 所以用片甲铭来写啊 笔记记录的意思 笔记记录 片甲铭写外来词 我们再来读几个单词啊 比如说 小孩 小孩 喊自己的妈妈 妈妈 跟中国小朋友叫妈妈是一样的 妈妈 也是用这个名字啊 妈妈 好 那么再来读文词啊 咪咪 人体部位耳朵 耳朵 咪咪 咪咪 耳朵 咪咪 那眼睛呢 眼睛就只有一个价名 me 眼睛叫me 耳朵 咪咪 眼睛 me 这是几个很简单的单词啊 大家跟我来读一下 第一个是笔记 做笔记 做记录的笔记 memo 名词memo 也可以表示笔记本 记录本啊 memo 第二个小朋友叫妈妈 妈妈 耳朵 咪咪 咪咪 眼睛 me me memo memo m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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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mi mimi me me memo memo mama mama m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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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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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用maha 我们来组织几个很简单的词汇 ma mi mu me mo ma mi mu me mo 最好不难 是吧 咱们来看第八号 第八号 第八号是 ya 好 ya i you e yo 它是由符音 ye 那么这个字的字母啊 我们我们在原学里面可以把它归作半原音也可以把它归为半辅音 所谓的半原音半辅音那么顾名思义它介于原因和辅音之间就类似于原音的辅音或类似于辅音的原因 介于辅音 其中半辅音它的发音是辅音 这个原音 好 那么它 辅音这个音跟原音阿相组合听起来就是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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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半原音呀和原音乌相组合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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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和欧相组合 读作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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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you yo 呀 you yo 我中间 这个地方 大家看书上这个表格里面五十一图第二页里面就打了小括号啊 小括号部分写的什么 e和a 那为什么把中间这两个打小括号啊 大家观察一下 因为第八号比较e u a u 里面的达括号部分的e a 与五十一图第一号 a e u a o 五十一图第一号的a e u a o的e a是相组合复的 所以呢 他们的读音也是一模一样的 写法也是一模一样的 就可以把这个e a 因为它重复 所以打个括号 可以把它暂时省略 忽略量 所以第八号 去掉这两个跟第一行的e a 相重复的音节之后 第八号就剩下三个 这三个假名叫y a u yo y a u yo y a u yo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每个假名的写法啊 还是平假名 片假名 以及读码字 y a u yo 平假名的y a 怎么写呢 这个是第一笔 要往上倾斜 右边高 向右边倾斜 第二笔在中央点 点一个点 正中间 点一个点 第三笔呢 不要拐弯 是一个平直的 向右边倾斜的一条树 一刀切过来 不管弯 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这个是压 平假名 那么压的片假名呢 片假名的写法 比平假名少了一个点 没有这个点了 片假名的写法是 第一笔 大家看这笔的写法 跟平假名有点出入吧 平假名的话 这拐弯的这个地方 它有点弧度啊 圆圆的 这边有点弧度 有点弧度 还比较柔和 而片假名的话呢 这个地方弄小分离 尖尖的 硬硬的 直接一样 没有第二笔的点 直接就是一条 小树 向右边倾斜的树 一刀切过来 不管弯 一 二 一 二 这个就是片假名的压 平假名的压 片假名的压 同把字 就是写 Y A Y A 中间打括弧的这个E 写法和读音 都是跟第一行 AE OAO 的这个E 写法和读音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重复的 其实可以把它先暂时忽略掉 我们来看不同的 第三个U U的写法 U 我们要注意它是分两笔写来 这个是第一笔 这是第一笔 第二笔 一个片 大家再看一下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这就是EU的平假名 分两笔写来 那么另外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写连笔 如果连笔写的话 把这两笔压缩成一笔写来 那怎么写呢 大家注意看 这样写 直接把第二笔跟第一笔合二为一了 这种连笔的写法也是可以的 U U 这是平假的 普通的写法两笔 连笔字的写法是一笔写来 U U 你看到天假名呢 天假名的写法 第一笔 第二笔的横 必须出头 这个地方是必须要脱出 脱出来 出头的 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一笔 第二笔 一 二 如果这个横不出头的话 就变成什么了 这个叫 这个叫空 第二笔 第二笔 横线长一点 脱出头了 这个叫 U U 这个发音要注意一下 不能读成咱们中文 U 你如果读成 比如说 花生油的这个 U 油 或者油长 悠闲的这个 U 你如果读成这个拼音的话 就不够了 很明显 它语拼音里面 这个OU 代表的是双语 读成U 是不对的 不是油 而是单元 有点像什么 英文当中 U V W 那个油 刚一开始 那个吧 不要读成 不是油 而是单元 我反复强调过 日语当中 没有双元 它只有单元 E V O 就这么五个单元 再没有别的原因 YOU 来看看油 这个A的话 就是跟 A英卫欧的这个A写法 是一样的 所以打过谷 表示重复 那么这个油的写法 怎么写呢 这个笔顺很容易写边倒 大家观察一下书上的笔顺图 D笔是写横的 还是写那个竖弯的 写横还是写竖弯 D笔正确写法 就写横 这是D笔 然后第二笔 才是写这个竖弯 不要写边倒了 一 二 一 二 YOU YOU D笔写横线 D笔写横线 那么YOU的片甲银的写法呢 就像咱们中文当中 打扫除的那个扫 打扫的扫 把那个踢头 踢手膛去掉 只保留右半边的写吧 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一 二 三 这是YOU的片甲银 我们罗马斯的话 就是写YOU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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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有一个要注意的发音 就是YOU的发音 不要读成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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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单元音YOU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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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比较有趣的单词 这个单词叫 如果写汉字的话 它的汉字写 汤这个字 汤这个字日语当独一就读作 什么意思啊 这个单词表示开水 热水 废水 开水热水废水的意思 并不是咱们中文当中西红柿鸡蛋汤的那个汤 不是汤啊 而是热水开水废水 那么日本人说话有一个习惯 尤其是女性用语当中 在说到一些和食物相关的东西 吃的东西 喝的东西的时候呢 他习惯于在前边加上一个静谱前缀 这个前缀起到美话语的功能 是说话呢 更加礼貌 更加客气的说法 更加文雅的说法 这个欧是一个前缀 那么合到一起的话 就构成了欧油这个单词 欧油 意思不辨 这个欧仅仅是个前缀而已 为了使说话更加礼貌 客气的前缀啊 欧油就是热水开水 并不是中文的汤的意思 那如果是在日本马路上看到有一个店门口锤着一个大布帘 这大布帘上写了一个填带的字汤 当你肚子饿的时候就不能去这儿了 因为这里并不是饭店 而是公共浴室 澡堂 男女浴室 澡堂的意思 因为这个U表示热水开水 也可以表示洗澡水 澡堂的意思 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前面也说过 日理当中的汉字 大家不能够完全的举报的声音 会产生一定的偏差的 这是呀 好 我们再接再厉 第九行 第八行是呀 下面看看第九行 第九行呢 这个发音要注意 它的发音是由辅音 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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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五个原音 组成的 虽然说罗马字 它不是写L 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罗马字不能写L 罗马字要写 二 虽然写二 但它的发音呢 跟中文的汉语拼音里面 这个L发音乐 这个音是一样的 所以R和A 这个罗马字 R和A 读音不能读成抓 这个不叫抓 而是叫 就跟达的汉语 这个 这种写法还一样 读做 那同理可证呢 第二个音节 读做 第三个 读做 第四个呢 这个叫 第五个 中国有一部分 湖南湖北 还有四川的同学 可能在他的家乡画里边 不分L跟N 这两个符语 所以如果你是 湖南湖北或四川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啊 第九盘的发音是 La Li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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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把它读成 Nani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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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叫 Nani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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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把N和L 要分彩 这个叫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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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谁发不出来的话 客厦可以单独来找我 我们单独来练习一下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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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面来看看写法 评价名 天价名 和罗马字 评价名的这个Lu 第一笔点点 第二笔的一个小树 然后拐一个弯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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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来看Lu的片价名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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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来看第二文 L L的写的 L的评价名与片价名 长得模样又是一样的 我们在写的时候还是要加以区分 那么写评价名L的时候呢 大多数情况下很多人都习惯于 把这个L写成连笔的L 而且片价名的L的时候呢 就不连笔写分开写 那么详细是这样子的 如果连笔写的话 第一笔的数跟第二笔的数之间 怎么着有一个斜线 一个连笔线 是这样子的 看第一笔跟第二笔之间 有这么一个斜线连笔线 这个是评价名的L L 那么L 这两条竖线 两条竖线是在同一高度上 7笔的 是一样高的 下面来看片甲名的L 片甲名的L呢 两条竖线之间不连笔 两条竖线之间是断排的不连笔 如果这样写的话 一般就会认为是片甲名的L 那么罗马斯呢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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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李 李 好 下面我们接着看啊 学完D时候 第三个叫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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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平甲名只有一笔写完 你看看 先写一个横 然后拐个弯 然后弯上去 转出一个小尾巴 是这样一笔写完 先弯下来再弯回去 转一个小尾巴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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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甲名的L 第一笔写 第二笔写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罗马斯 R U R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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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加名L L L 第一笔 大家注意 是写横呢 还是第一笔写数啊 看第一笔写什么 哎 第一笔应该是写数 嗯 大家看笔数完 第一笔不要写错 第一笔写数 然后 第二笔 再写横 拐弯 弯上去 再转下来 第二笔是我在黑板上的黄色本笔写的啊 第一笔是横线 而第一笔是竖线 剩下的通通都归第二笔一下子写了 大家看 L的这部分写法 是不是跟我们之前学过第五行的 NANI NUNE NO 和第五行的NE 写法有相似之处啊 L的第一笔也是写数 第二笔呢 也是这么拐弯挖 到这儿为止是一模一样的吧 L的话是这样写的 而N呢 是往下弯的 这个就是NANI NANI 这个是LAN 它前半部分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后边这个地方都有差异 好 下面来看L的片甲铃啊 片甲铃很简单 竖沟 一 一笔写来 这里边刚才我们前面强调了一下 如果你把这个沟写的弯弯的 是个弯沟的话 这个叫什么 好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第三行 SASI SASI SASO SASO 第三行 SASI SASO SASO 如果写一个GRO 尖尖的呢 这个就第九行的 LA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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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这两个区分开 好 现在转别 下面拉行的最后一个L L 这个L的模样呢 长得跟这个L挺像的 就差别在于L 没有L 最后这个小尾巴 如果没有这个小尾巴的 这个就叫L 戴上这个小尾巴的 这个就叫L 前半部分写法都一样 还是HOR 然后拐个弯 转过来 啊 这个就叫L 一笔写来 啊 它是这样 一笔写完呢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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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L 它的片甲名怎么写呢 片甲名比较简单 就是写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口字 笔顺跟桌门的口字 写法笔顺也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片甲名的L 罗马字 R O La Li Lu Le Lo La Li Lu Le Lo La Li Lu Le Lo 这里边要注意啊 湖南湖北和孙乐园要注意 这个地方不能读成La Ni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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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比的这个是形甲名 断开不连比的这个一般人是片甲名的Li 好 Lu 眼甲名的Lu Lu Lu Colo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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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读几个词 比如说 这是一个动词 表示过来 英语叫看 过来 用这个动词来读呢 这个念什么 卡 キ ク ケ コ 的 ク 这个是 ク 这个呢 这个是 ル 合起来 クル クル 是过来 动词过来 叫 クル クル サ 这个叫 サ 这个呢 学过的 ク 这个呢 ラ サクラ 樱花 这个就是日本的国花 日本人特别特别喜欢的樱花 那樱花在日语当中汉字是写这个字 跟咱们中文简体词的樱 右半部分的写法没有差异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是樱花的意思 サク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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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读一下第一个动词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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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クル クル 日本的国花樱花 サク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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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クル クル サクラ サクラ 好 这是第九行 ラ リ ル レ ロ ラ リ ル レ ロ 这个翻译不难 咱们看第十行 第十行更简单 第二 看第十行里面 有三个都打个小括号 这三个打小括号 我们之前都已经在第一行都学过了 表示比第一行的相重复 读音一样 写法也一样 所以呢 把它干脆就表示重复打个括号 给省会掉了 当然 他们其实在古日语当中是不一样的 演变到现代日语之后呢 才变得一样了 我们先看第十行 第十行里面的第一个 这个叫 它是由半辅音 也可以叫半原音 这是一个半原音 也可以叫半辅音 介于原音和辅音之间的 这样一个音 后边加上原音 听起来就读作 要注意读 读的时候 牙齿不咬唇 读是 牙齿不咬唇 不能读成 蛙 而是 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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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写法了 你看看 片甲名 片甲名 摩把字 这个蛙的写法 第一笔要注意 第一笔是写数 然后第二笔呢 好 拐弯 弯过来 我们来对比一下 大家看啊 第一笔是数 然后第二笔 是这样写的 是不是四层相识啊 之前我们学 学了好几个假名 都跟他很相像的 一个是之前学过这么一个叫 那 是吧 还学了一个叫 那 把这三个可以放到一起来对比一下 前半部分 到这儿为止啊 你看到这儿为止 都是写法一样 就在最后面这个地方就有差异了 这个就叫弯 它的片甲名 咱量力写 一 二 片甲名 一 二 这有片甲名 如果我在这个上面再加一条数呢 大家看这个叫什么 一 二 三 这也是个片甲名 一 二 三 以前已经学过 这个叫 阿一乌为欧的乌 阿一乌为欧的乌 如果没有比比的数啊 只有后面两点的话 这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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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注意牙齿不要唇 不是 而是 你可能同样会想到 刚才老师补充过 我们讲第六号 哈 他听出台湾的时候讲过 哈 有两种读音方法 一种读作哈 一种当刚刚在句子里做注词的时候 就可以读作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两个发音其实是一样的 跟这个 这两个发音一样 但是实用上有区别 知道区别在哪了吧 如果做注词的时候 要写的是第六行这个哈 读作无关 如果不是注词的时候呢 就写第十行这个无关 做注词的时候 写第六行这个无关 不做注词的时候写第一行 第十行这个无关 读音都可以叫无关 第二行的EUA相统重复 就不再啰嗦了 我们来看最后每一个 第十行 最后一个假名呢 要注意发音 它的发音读作O O O 但是写法跟第一行 AEUAO的O 写法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先看这个O该怎么写 它的写法第一笔 第二笔 第二笔 关键在第二笔 我用黄色跟笔来写给大家看 第二笔 在中央中垂线这儿拐一个弯 中央中垂线这儿拐一个弯 第三笔 再弯过来 一定要注意第二笔啊 第二笔我们用一个 红色的虚线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第二笔它拐来拐去 都要在中央中垂线这个地方拐弯 这个比例关系啊 都在中央中垂线这里拐弯 你如果拐的幅度太大的话 就不标准了 比如说 我如果这样写呢 这样写才问你在哪啊 就拐的幅度到这边来了 拐的幅度大了应该在哪拐啊 应该在中央这个地方 也就是这一方你要拐在这个位置 就好了 拐的幅度太大了 你眼睛目测一下 在一条中央的线上 我们再来写几个正确的大家看一下 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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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横横横 именно 鲁横横 地匹横室 罗马姿呢写忒 或者是还有第二种罗马字 第二种罗马字也可以写w 它即使写WO,读音呢,你也不能读成WO 大家注意啊,即使罗马斯写WO的情况下,读音仍然读作O 而不是读作WO,这个音不叫WO,而是O 它的发音跟我们第一行,AEUAO的O,这两个发音是一模一样的 读音相同都叫O,差异在哪呢? 差异就在于,第十行的这个O,在绿语当中只能用作注词 第十行的这个O,只能用作注词 如果它不是注词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写成第一行,AEUAO的O 如果做注词的情况下,我们就写第十行的AEUAO的O 这是二者的区别,读音一模一样,都叫O 一个是做注词的O,一个是不能做注词的O 二者正好形成互补的关系 那么在电脑打字的时候呢,Depi回去尝试一下 如果你打一个英文字母O,一回车的情况下 一般来说电脑会自动识别为AEUAO,把它认为这个O 所以你如果电脑打字,想打第一十行的这个O 一般怎么输入啊?一般我们都是输入WO才有一个车 如果输入WO一回车的话,电脑能够弹出来这个O 在输入法上,咱们可以对加区别,因为它独一是一样的 在输入上可以进行一些区别 一个输O,一个输WO 但独一一样都叫O 这个就是五诗音图的构造 由十行和五段组成 那么我们再把第十行再复习一下 WO WO I U E 这个跟第一行重复 最后一个 O O WO I U E O WO 我重复的音节去掉之后,不重复的来看卡片 这个就是 WO 片假名的 WO 卡片里边这个是 O 片假名的 O 这是五诗音图的诗号 大家可能会看到这个第二页的这个方块里的五诗音图 还有一个第十一号 只有一个 是不是 第十一号的那一个是一个特殊音节 它是个特殊音节 不能单独用的 这个应该属于咱们中国班的第二个要讲的问题 一个特殊音节 这个可以大家先放一放 先以后再说 我们先看一下前面规则的这十行 这十行我们从第六行开始 大家给我复习一下 第六行啊 第六行是 这一号是一个特殊音节的这号码 是一个特殊音节的这一号码 普通的话是一个特殊音节的这号码 第九号 第十号 以上就是我们 第一周重点的内容 就是五十英图的这十行 对大家提一个要求 要求是这样的 第一个要求就是 课下能够熟练的默写 五十英图的这十行假名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就可以了呢 要求是三分钟之内 不能超过三分钟 最多多三分钟 如果默得比较快 就可能两分钟多一点 能默得完啊 三分钟以内 把五十英图这十行的 评假名 评假名和罗马字全部默写完毕 我们可以量化一下 大家回去掐的表 看看时间 在三分钟之内 把五十英图这十行的 评假名 评假名和罗马字 全部默写完毕 也就是基本上 一秒钟默一个 提起比来就写 如果你写了这一个 现在又不知道该写什么 哎 下面怎么写来着 你就一琢磨的话 肯定三分钟就默不完了 当你联想都不写 拿起比来就写的情况下 三分钟是足够用的 我们回去量化一下 自己看看表 自己能不能达到这么一个速度 如果达不到的话 你就天天默 一有空就默 早晚默到 你能达到这个速度为止 因为学语研究 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 你看得多了 默得多了 听得多了 自然感觉就记住了 所以回去多下功夫 这第一个要求 五十英图要熟悉默写 三分钟之内 全部默写完毕 那么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 第二个要求是五十英图的 要求大家 横着能够默 竖着也能默 横着就是行的顺序 竖着叫段的顺序 既要能够横着按行来默 也能够竖着按段来默 尤其是段里面的第一个段 阿段 阿段要求数遍被送 一共就只有五个段 阿段 一段 五段 A段 和欧段 这五个段当中 阿段最关键 最重要 阿段音包括 阿卡 阿卡 撒 他 那 哈 熟记之后 你才有可能把五十英图按照一个正确的顺序摸起下来 比如说这十行里面啊 我摸完了 三行 摸完了三行 下面一行紧接着 我该摸哪一行了 这十行是有一个顺序的 不能让你随便挑着随便摸哪一行都行 这是不行 必须按顺序来摸 摸完他行的时候 该摸哪一行呢 该摸他行 我总知道该摸他行了 你可以背一下阿段 阿卡 撒 他 说明撒和他 他们两个是连着的 摸完三行的 打击四十一搜之后 下面请接着 该摸他行 那同样道理 如果你摸完了哈 哈 下面该摸什么了 你背一背 阿卡 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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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后边四行也是要记,只不过咱们分一个先后处次的顺序,后边的四段大家可以考虑在第二周,第三周以后再慢慢的记,但是R段是需要一开始也处记的。 那么为什么要求既要横着背又要竖着背呢?原因是为了咱们以后学动词的变形先打一个基础,因为动词要发生变形,以后在学动词变形的时候需要在横着段上,这一段变到那一段上去,要发生段均的转换,所以你需要把它顺序,脑海里面移动, 建立一个框架,知道五十英图是用什么关系,怎么组织到一起去,这就是五十英图的要求,我再重复一下,作业就是一个就是要把三分钟之内,把五十英图评片下,罗马字书边默写完毕,第二个要求是R段要求书记,那么这个要求可能点苛刻,大家在第一周的话可能很难达到老师这个要求啊,但你也不要气馁,你要每天看,反复记,睡觉之前也背一背, 但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呢,闭着脸想一想啊,这样反复的多背景也自然能记住,那么再一个就是,如果是确实工作很紧张,没有时间看书,学习压力很大,没有时间学日这么多的话,那么咱们说降低底线要求,最底线最底线的评价名,这是必须要实际的,因为评价名用的最多,那么评价名,咱们可以把它分担到以后的每一课单词里面 去逐一地记忆,但是评价名很关键,我们要求大家在学第一课之前,就要把评价名的这五十个记得比较熟了,那么评价名的这五十个呢,可以以后每课单词慢慢地分担了就记忆,那么我把字比较简单,应该很快就能记住,这是要求,那么给大家提供几个被五十个的方法,怎么样来巧记五十音图,推荐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像刚才上课,老师拿了图片一样,我们可以考虑用这个卡片来经历,回家呢,找这个A4纸,把它剪切下,你手写也可以,我打印也可以,把它评价名,它片价名啊,做成卡片,不要特别大,太大的话不方便携带,稍微小一点就可以,可以放在包里边,放在口袋里边,没事的话抽出来看看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因为识别可以刺激你的加深记忆啊,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可以通过这个学歌曲,通过记忆几首日语歌曲,通过日语歌来学日语,现在很方便,从百度啊,可以当很多日语歌词,大家可以选择他自己喜欢的日本歌星,或哪个电视剧里面的插曲,你自己感兴趣的话,才能学的好啊,把这些日语歌的歌词下载下来,然后呢,一边听了他的音乐,一边看着歌词,当你把这首歌,听了好几遍之后,歌词也看了好多, 基本上甲名能识别一些了,你一首歌里边,可能甲名能够出现,比如说二三十个左右,那当你能够学会两三首日语歌的时候呢,基本上甲名五十音图就背的差不多了,可以通过学歌曲来学日语,来背甲名,背五十音图,这样可以提高兴趣,在唱歌当中,来记甲名,来背五十音图, 第三种方法,就是通过打字,日本输入打字,有一种游戏,网上可以下载啊,就是像这个天上下雨点一样,巴达巴达往下掉,比如说,哈,A,E,E,卡,卡,卡,娜,等等,一开始,下雨点速度比较慢,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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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掉, 你开始下面打字,看到这个A,打一个A,回车,看到S,打一个SA,回车,随着打字速度快以后呢,开始掉越来越快,按照一个顺度,啪啦啪啦往下掉,你就开始不断的打字,你通过打字的话,可以强化对甲名的认识,等着一边玩着,一边念打字速度,一边来记忆一下五十音图,这个方法也可以,这三个等于是巧记五十音图,用卡片来记忆,看日语歌曲来记五十音图, 或者通过日语打字输入来记五十音图,嗯,大家通过提高兴趣来学习五十音图,这也比较好,但是不管怎么着,最后一句话来说,五十音图是咱们学日的第一个门槛,就像学英语,你要是不学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的话,是没法学英语的,没法学乱词,没法学课是一个道理,那么学日语的话,你要想进入第一课之前,必须要把五十音图这个难关先攻克,所以课下要语例,要刻苦,要回反复的背,反复的背, 这个清词带,咱们这本书配套两张光盘,光盘里面就有这个福日语的发音部分,等下回去反复听一下,跟读一下,好,这是五十音图的前诗, 那么五十音图呢,是清音,日语当中有清音,也有着音,那么清音跟着音是一对相反相推的概念,下面咱们要看一下着音,这个着音表在书上第二页, 第二页的,也有个左下角这个方块,有五行的,第二页啊,左下角这个方块一共有五行的,这个就是着音表,大家来观察观察,你看看着着音表跟上一页清音表,五十音图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在着音表是不是多了两个点点啊,这两个点点就是着音点,表示着音的意思,着话,着音,我们按照顺序分别来看一下, 那么着音呢,一共分成五行,其实严格来说,着音有四行,另外还有一个最后一行叫半着音,那么着音跟半着音怎么区别的呢,着音的表示方法是在右上角画两个点点,这个点点是着音符号, 那半着音是最后面那一行,小圆圈,小圆圈是表示半着音的意思,那前面的四行是着音,最后一行,第五行是个半着音的小圆圈来表达, 我们先看一下着音的第一行,第一行叫嘎尔,它是由着辅音个,和五个圆圆圆圆圆,相拼而成的,我们可以先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和着辅音个,相对应的千辅音是什么,我们都学过英语,也学过汉语拼音,大家考虑一下,和着辅音的个,相对应的千辅音是什么, 是不是,对吧,这两个是一对,着音的叫个,轻音的叫个,轻音的叫个,着音个,轻音个,所以呢,着音的个行,其实也就是在轻音的咖行的基础之上,在轻音的咖行的右上角画两个着音点,也变上来的着音咖行, 它的写法,先写轻音的咖,然后在咖的右上角,水平方向画两个着音点,这个就变成了着音咖,同样,片甲名也是一个道理,先写一个轻音咖的片甲名,在轻音咖的右上角,水平方向点两个着音点, 这个就变成了着音咖,这个就变成着音咖,那么罗马字的话,它是由着可音咖,和原音咖相听而成的,这个叫咖,咖,同样道理,第二个着音咖,它是在轻音咖,咖的基础之上,右上角是平方向画两个点点,这样就变成着音的咖,片甲名也是一个道理, 先写轻轻音的咖,右上角,水平方向点两个点点,就变成着音的咖,后边的咖,都是一个道理,先写轻音咖,再画两个点,就变成了着音的咖,咖,也是先写轻音的咖,水平方向右边点两点,变成着音的咖, 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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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 好